尤为盛行,而且这股新玩法遍及老青少男明星,其中,作为中老年界男流量的代表,那雷佳音绝对紧随潮流,一直被视为新的机场清流的雷佳音,在吹雪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清流,看着沾满前平的大头,崩厚的嘴唇,在手捧一把雪花向你温柔吹来,就问你有没有情调,你敢不敢动。 反正小编表示不敢动不敢动,而作为零零后鲜肉代表王源,也同样不会落下这项活动,看这位身着白毛衣的少年,手捧鲜花,吹散一手雪花,画面简直不要更为美啊,这么软萌,让人有去揉他头的冲动啊。 不过人家王源还没有成年呢,粉丝还是不要太冲动,但是下面这可谓厉害了,不仅成年还是个霸道总裁,那就是让万千少女尖叫的肖奈大神,杨杨。 近日杨杨在微博故事中发布的吹雪视频,同样是被刷上热门榜,前两天北京下雪,到春寒蓝室汹涌,坐车赶行程的杨杨,一开始摇摇晃晃看似很无聊,之后看到外面的飘雪,直接用手抓过来,对着旁边的工作人员吹。 说好的霸道总裁呢,从外面接雪在车子里吹这种行为,难道不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做吗? 很多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,反差萌太甜了,被他一吹整个人心花怒放,都想浑穿雪花被他吹走了。 看来霸道总裁也有孩子气的一面啊,难怪有粉丝喜欢叫杨杨杨三岁,这可爱情果然不能再大了,而且素颜的皮肤真的好好爱。 私下里的杨杨会搞怪耍宝,但工作时的杨杨又会变得严肃认真了。 在央视节目信中国中,杨杨作为优秀青年代表,朗读了英雄人物黄继光的信件,为了更好的完成读信任务,更是请来了专业老师指导,虚心求教,认真负责的态度,得到了节目组和前辈的一致认可。 台前的正能量偶像,台下的阳光大男孩,各位更喜欢哪样的杨杨?